千年们一致排开与其劳互动学习 传唱阿美族日常歌谣 参与千年们也乐在其中 吸收到许多宝贵知识 自己在学习文化过程中 就是很喜欢从乐舞去探讨学习 因为歌跟舞里面就又包含了很多的族语 然后跟故事 本次工作坊开放喜爱歌谣的各界人士参与 共吸引三十多位学员参加 也注入不同族群对于歌谣文化的学习动力 就是越学习就可以知道说 有些东西真的是 如果没有人再去学习的话 好像就会慢慢的消失 就觉得真的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我是那个嫁来这里的太鲁阁族 那因为我自己喜欢音乐 所以我觉得音乐它是比较 对我来说比较没有压力 比较可以更快的去认识这里的语言 然后去学习 这办单位也经由其老同意 再度播放十六年前的乐舞影像记录 藉由口述重现过往的文化样貌 以及歌谣内容 其老也语重心长地期许 请你们能够传承接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是在網路上看到的 可能大家也不知道這歌是從哪裡來 所以就會牽扯到版權問題 然後我就跟阿嬤說 其實我們唱出來 然後大家都知道是打包弄打 或者是從哪裡 從你們的口裡面唱出來 也是老人家傳承下來的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就我很希望是可以透過這個開始 讓老人家就是願意再把歌唱回來 由於時代的演變 阿美族各部落以理性既歌 以及日常歌謠逐漸走入歷史 世代交替的問題受到考驗 主辦人法律翁彥提表示 現階段已經逐漸凝聚許多熱愛阿美族傳統文化的青年 未來將會持續舉辦相關課程 以在地方式保存冰維的傳統智慧 原則新聞在六壁 何林光复采访报道